然後大三 拜你那麼多 齊老念著導詞 為新北市丹鳳國小原住民族精神堡壘 揭開序幕 為了讓孩子提升自我認同 丹鳳國小也在校園內設置許多文化角落 像是原住民族精神堡壘 由部落齊老共同打造 也在十三號接牌啟用 為了就是說這個精神堡壘一定不是外做的 要留下在座齊老的精神 作為新北市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丹鳳國小積極推動 沉浸式族與幼兒園 社團課程創造說主義的環境 落實十二年課綱多元文化實踐的精神 精神堡壘蓋在丹鳳 它就是一個祖先的智慧 代表每一個族群都非常重要 代表丹鳳國小告訴大家 每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心肝寶貝 其實這個不只是象徵 我們多元文化的教育政策 更是顯著的彰顯了 我們文化的融合與和諧 還包括對於我們原住民族的一個尊重與真愛 更使得我們這個文化 原住民族的文化得以傳承永續不斷 亮望台是守護部落的象徵 更是當代延續祖先智慧的途徑 丹鳳國小十三號揭牌啟用 希望打造多元友善的文化場域 讓更多都市原民的孩子 能夠更靠近族群文化 原始新聞趕到馬許家榮先被新裝成報道